延職休會待續 就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七一講話 開啟梁政善治新篇章進行辯論 主席 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出席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大會 其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並且發表重要講話 習主席的講話對香港未來發展方向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並且影響深遠 而新一屆行政長官和文責班子已經上任 需要馬上貫徹落實習主席講話內容 開啟梁政善治新篇章 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重要憲制架構的一部分 有責任推動特區政府和團結各方面落實習主席講話內容 為此本人根據議事規則第十六 豁湖二段規定提出休會待續議案 讓本會可以就這個重要的議題作出討論 感謝大主席你的批准 並且同意延長這個議案的時限 讓更多議員能夠參與討論 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意見 由於今天時間有限 我會先就習主席的七一講話提出兩個觀點 待各位議員發言後再作總結答辯 第一點 習主席告訴我們 一國兩制是經過實踐反覆驗證 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 得到十四多億祖國人民鼎力支持 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勇武 亦都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 這麼好的制度是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必須長期堅持 主席正如中聯辦駱惠寧主任評價 習主席的講話一錘定音 被香港派了一個定心軟 極大增強了香港同胞和國際社會 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願的信心 那些憂慮一國兩制方針以後會變的朋友 現在可以放心了 第二點 習主席提醒我們 必須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 香港居民很珍視 中央亦都同樣珍視 我們不應該妄自誹謗 要清楚認識香港的強項 加倍珍惜 不斷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保持普通法制度 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習主席亦都指出 當前香港處於由亂到自走向由自及興的新階段 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 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 特區政府以至每一位從政者 到別墅貫徹落實習主席講華的精神 敢於擔當 善作善成 和社會各界一齊 為香港開創新局面 實現新飛躍 主席 我深信一國兩制 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 能夠經得起風浪考驗 正如習主席抵講後 發表簡短講話裏表示 行而不絕 未來可期 經歷風雨後 香港肉火重生 於 我們相信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 新一屆特區政府 和香港各界定能夠成風破浪開創新片 我今日動議這個議案 除了讓議員可以盡快就習主席講華進行討論 亦都希望藉此提供一個平台 讓議員能夠盡快向新政府 反映市民意見 為廣大市民謀福止 主席 首先多謝68位議員就休會辯論法議 對如何貫徹落實習主席提出 四個必須、四點希望 提出寶貴意見 剛才不同界別、不同背景的議員提了很多行動建議 而司長和副司長也都親自出席 用心聆聽 希望部分的意見能夠起很快的時候 化成政府的行動綱領 我希望利用這段時候講一講行政立法關係 主席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本界每一位議員都是愛國者 總體上提出的意見都是希望政府改善施政 對事不對人、為市民解決問題 而當局也重視及不時吸納議員的意見 以改善施政 彼此的關係確實比 過去明顯是改善了 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安排出席上任後首次的立法會會議 接受議員的質詢 要求各司局長多到立法會 多作政策解說 同時在昨天的答問會上也都提出 要求司級各局長每月分批到立法會 舉行前廳交流會 加強行政立法交流和溝通 增進認識和了解 做法值得肯定 而行政立法關係可以說是開局良好 然而行政主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 在落實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行政主導是更加牢固 在新時代我期望行政長官和管治團隊 能夠和本會建立新型的行政立法關係 尊重立法會的憲制職能 加強與不同黨派組織的溝通 讓議會更好地發揮我們的憲制職能 由政策醞釀以至政策制定的不同階段 立法會是應該和可以有權有責 讓行政立法各司其職 真正做到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互相配合互相制衡 主席 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重要的憲制架構一部分 有責任推動特區政府和團結社會各界 全面落實習主席講話內容 我相信全體立法會議員定必勞記習主席的四個必須 及對香港發展的四點希望 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 我們定必忠誠履行立法會機關的憲制職能 堅持與特區政府既互製行又互相配合的關係 支持及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職 合力開啟特區梁政善自身風 我們會努力團結社會各界 共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鞏固和發揮香港獨有地位優勢 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最後我期望行政立法既互製行互相配合 通力合作賞民所賞 急民所急 自力解決香港發展不平衡 處理深層次矛盾 努力提升港人的獲得感幸福感 國家好 香港好 特區政府在李家超行政長官的帶領下 與立法會和全港市民同開新篇 共創輝煌 郭ei 市政府在長官